縣長 今天在場的記者 媒體先生 小姐 還有本局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 日前 因為媒體所關注的百萬名車遭拖欺的案件 致使對於無辜的司機被砍斷手機的案件 我想我們警察局在全體的同仁 相親命之下 那麼經過專案小組 積極的蒐證 目前已經將暴力集團的幕後 全姓祖賢 還有他相關的黨羽 七個人全數查契刀案 那麼其中三名已經收押 另外有兩名是由檢察官 報情我們法院申請羈押當中 我們警察局 秉持著 除惡勿盡 維護民眾的使命 才能安全的任務和使命之下 那麼在年關將近 我們絕對不容許 任何的黑道幫派 來挑戰公權力 那麼警察局 將持續的實施 威力 掃蕩的專案勤務 來強化罰激各類的犯罪 來穩定我們林立縣縣平治安 到地スペー的房子裡 規定我們立縣了 寧願到美國政策 貢利和職場子 會議你們ед的辦公室 我們需要 His職場子的地下 並增加盡管可以將軍事 到達 我們一起去信任職場的辦公室